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林肯冒险家呢共推出了五款车型 而且非常贴心的我们消费者提供了七种外观颜色 以及六种这个内饰的配色 售价区间呢是24.68万元到34.58万元 今天我们试驾这款呢就是林肯冒险家的顶配版本 外观设计呢是采用林肯家族最新的家族化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中网是不是非常的不灵不灵喜惊 没错 它的这个中网呢是采取这个青灰式的中网设计 大面积的镀铬装饰条呢采用这种整体的呈现 是不是显得意义璀璨 那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中网的楼空部分啊 大家仔细看 有的网络可能会说哎它不就是一个楼空的设计吗 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啊 那也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仔细观察它这个中网的楼空呢 其实它的这个呈现的元素呢 是我们林肯这个logo的缩小版 也就是小logo 我们远远望去呢就看到 无数的小logo 促映着我们林肯的这个大logo啊 是不是显着豪华感悦然至上了 那大灯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哈 因为是一款豪华型的紧凸SUV车型 所以呢林肯冒险家 它这个大灯的全系标配的是LED光源 内侧呢是远光的呈现 外侧呢是近光灯的呈现 那它这个转向灯在哪呢 就是在它的大灯下方 这个转向灯呢是有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区域 是不是显得非常的特别呢 车身侧面呢 它是像这种非常锋利和平直的这个双腰线 让整个车身侧面呢 显得肌肉感十足 而且我们在车顶部呢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这种弧形的小心丝的设计 这个线条呢 让整个车身侧面呢 又多了一些灵动和时尚的氛围 那其实呢 林肯冒险家 他的这个车顶呢 也采用这种悬浮式的车顶设计 让整个车呢又感觉科技感十足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车身侧面呢 有林肯冒险家 他专属的这个logo体现 让整个车身呢 又增加了些许的豪华感 那19寸的铝合金融骨呢 其实它在设计的时候呢 没有太多这种花烧出窍的设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比较沉稳的设计呢 包在这款车上呢 还是显得气质非常搭的 那在壁桌的位置呢 林肯冒险家呢 也是给我们安排上了这个 驾驶员的密码锁 林肯冒险家他这个车尾部呢 多了更多圆润的线条 但是呢又不乏这种层次感 我们非常熟悉的林肯家族 贯穿式的尾灯 依然在上面呈现着 有了这个贯穿尾灯的衬托呢 所以镀铬装饰条呢 当然是可以省略一部分了 那在下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短小精干的这个镀铬装饰条呢 起到了一个点睛之笔 那下方呢 这个气势更大的两个排气口呢 更彰显了我们这台紧凑SUV的满满运动之风 现在呢我们就坐进了林肯冒险家的车内啊 其实刚才打我一坐进来 我就觉得这种浓浓的美式豪华风扑面而来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 在内饰设计方面呢 林肯冒险家是采用这种非常简约的设计 但是这种上层的皮质呈现 还有呢就是这种缝线设计 以及呢这种木纹和镀铬装饰条的加入呢 让我们整个车内这种豪华之风就是越染至上的 我面前的这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呢 它的这个意外体现呢也是非常的简洁 跟它的这个车内的设计之风呢 是遥相呼应的 其实呢这种简洁的设计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呢它的所有这种车辆的呈现数据呢 就是一目了然 非常方便我们驾驶员呢 对相关的车辆数据进行抓取 还有就是我面前的这个12.8英寸的中控大屏啊 这个大屏呢看上去科技感十足 而且呢它的显示是异常的清晰 操作起来呢是非常的顺滑的 那这块大屏呢 它也是搭载了智行的娱乐系统 这个系统呢是可以通过林肯知道这个一个APP 加入了以后呢就可以非常便捷的进行使用了 而且呢它里面内容相当的丰富 但这个大屏下方呢有一个单独的功能性的按键 那这个按键呢是用来控制自动泊车还有驾驶辅助相关功能 因为我们今天试驾的是顶配车型 所以呢它在这下方呢有一个365度全景影像 这么一个控制的按键 其实我们看中控的这个部分呢 它的空调的按键呢都是采用一种钢琴漆的呈现 这个钢琴漆的呈现呢 让整个这个中控的部分呢显得豪华感十足 而且它这个按键呢回弹的力度刚刚好 再加上这种镀铬装饰条的衬托啊 让这个中控台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唯一有一个缺点呢我要吐槽 就是可能这个指纹留存的比较多 如果你是一个强迫症的小伙伴呢 你可能就需要反复的多擦几遍了 那信心的网友可能会观察到哈 林肯冒险家他的这个挡杆在哪呢 环统的放挡杆的位置 我们并没有找到他的挡杆 他的挡杆呈现在哪呢 no 在这里 他的这个挡杆呢做成了按键形式的呈现 和我们这个中控区域的这个空调调节按钮呢 也同一样 是同样采取这个钢琴漆的这么一个材质 我觉得这个按键的换挡呈现呢 还是非常方便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如果你是个新手小白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挂错挡的这么一个忧虑产生了 下方呢有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储物空间 里面的容积呢还是比较可观的 而且里面设计了一个USB的充电口 以及一个Type-C的充电口 后方是不可缺席的背脱架 旁边是我们驾驶模式切换的一个 旋钮式的这么一个调节的按钮 后方这个中央扶手 它里面的这个储物空间呢 也是非常可观 我给大家实测一下深度 深度呢可以达到我手肘的这个位置 还是比较实用的 那林肯冒险家呢 这个三幅方向盘呈现的也非常的精致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是这个皮质 摸起来真是非常的细腻 在三点和九点的位置呢 也设计了这个凹陷 而且方向盘呢 也是跟内饰一样采用这种双色的呈现 显得非常的活泼 那林肯冒险家 它这个前排的座椅呢 是采用双层的设计 双层设计呢 让整个座椅显得支撑感非常的十足 现在我在这个座椅上呢 是感觉这个腰部支撑是非常的好 而且呢 它的这个设计也非常符合人体的工具 最重要是它可以支持24项的调节 而且我们今天试驾顶配车型呢 还为我们非常贴心的准备了 像这个座椅加热通风以及座椅按摩 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实测一下 林肯冒险家 它这个前排的空间表现如何呢 那我的身高呢 是1米72 现在呢 调整到适合我的驾驶位置 看一下我的头部空间 头部空间呢 有两拳这么一个距离 表现还是挺让我满意的 那后排空间表现如何呢 还有它后排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711的轴距呢 让林肯冒险家坐在后排的乘客呢 感觉是毫无压力可言的 那现在呢 以我1米72身高 前排呢 是调整到事后的驾驶位置 给大家实测一下 头部空间啊 一拳两拳 还有接近两拳半的这么一个距离 我觉得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那后排呢 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而且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今天是架顶配车型 所以后排也特别贴心的 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座椅加热功能 那下方呢 也有一个非常实用的USB的充电口 以及一个Type-C的充电口 但是呢 它这个后排地板中间呢 有这么一个小的凸起 这个小的凸起呢 当我们后排满载的情况下呢 可能中间的这位乘客 在长途过程中 就有点稍受委屈了 那中央扶手呢 是只提供了背脱件 后方呢 没有提供这个非常实用的储空间 我头顶这个大全景天窗呢 对我们后排乘客来说 无疑是非常友好的 让你可以随时沐浴的阳光 那林肯冒险家呢 也为我们发烧友 提供了这个瑞威音响 车内呢 设置了14个扬声器 而且这个音响啊 我觉得实测下来 感觉它的低音 还是非常饱满的 所以这个超有质感的音响 配在这么一款紧错SUV车型上 还是非常的物超所值的 那东西方面呢 林肯冒险家搭载的是 一台2.0T的涡轮塞发动机 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180千瓦 最大扭矩可以达到390牛米 那传动方面呢 它是配备了8AT的 手自一体变速箱 那因为今天我们试驾的呢 是顶配车型 所以呢 它也配备了这个四驱系统 林肯冒险家呢 我觉得它这个调校 还是便宜舒适的 所以呢 在转向方面 我觉得它这个方向盘 还是非常轻盈的 所以呢 我是完全的可以hold住它 但是呢 当我们把这个驾驶模式 调整到这个运动模式档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在方向盘呢 这个转向力度就会变得更加的沉稳 但是呢 这个沉稳程度呢 我们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其实作为一个百年品牌呢 说到林肯这个动力方面呢 我们肯定不用担心的 其实在我刚拿到这台车开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 它可能在起步的时候 会给我一个 突然的这么一个惊喜啊 但是我发现 当我起步身材下油门的时候 它完全没有这种 非常向前窜的这么一个力 但是在我行进的过程中 身材下油门的时候 你又发现呢 它这个提速还是相当的迅速的 感觉这个发动机一下就给激活了 那如果你想更加体验这种激进驾驶呢 那你就把驾驶模式调到运动模式吧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悬架方面呢 林肯冒险家是采用前麦夫逊和后多连档 那个独立悬架 这个强奖组合呢 其实在它同级别车型上配备的 还是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这林肯冒险家 它这个底盘悬架的调校 还是非常舒服的 在我们这种城市铺装路面行驶呢 它会非常积极的过滤到这种细碎的颠簸 那这种细碎颠簸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回弹呢 让你呢 在车内很少能察觉到 那当我们走这种恶劣路面 还有减速坎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悬架呢 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回弹呢 显得这种Q弹十足 所以当然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在NH保险方面呢 我觉得林肯冒险家 它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其实这几天试驾下来 我觉得在平均时速八十麦左右这个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风噪几乎在车内是察觉不到的 其实在我们这种高速行驶状态下呢 跟副驾聊天 完全也是不用靠谎 这种正常语音就没有问题了 那林肯冒险家呢 同样也是配备了这个抬头显示的功能 这个抬头显示功能呢 在我们行驶过程中非常及时的 把车辆相关的信息 第一时间的传递到我们的双眼中 这台主打豪华的紧头SUV车型呢 无论是从外观设计 再到那时豪华的体现 以及它这种澎湃的动力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我们常说呢 人生中我们要经历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当然我们还更希望经历一场 极其难忘的冒险 那就让我身边的这台林肯冒险家 带你一起去冒险吧